槐花像我这样蒸,颜色碧绿,不粘连,香味还不流失 做法非常简单,一起来看看吧 先去摘槐花,今年我家这颗槐花可干活了 去年是倒数第一开,今年是全村第一开 全家出洞,摘了这么多,大概有七八斤的样子 冬天也有槐花吃了 我们先取出一部分,放入大盆中 再加入清水 把它淘洗两遍,洗干净 洗好后控水捞出 放入漏篮中 如果多,再用手摊开,控一控水 水分不需要控太干,像这样子,上面还有一点水,就可以了 再放入干燥无水的大盆里 下面这一步很关键,加一点玉米油 加玉米油是因为它没有味道 这样就不会腌盖槐花独有的香味了 然后再把玉米油抓拌均匀 接着再分次炒量 慢慢的,一点一点的,向里面加入面粉 面粉,普通面粉,中筋面粉,高筋面粉都可以 我今天用的就是高筋面粉 面粉的用量像这样 每一个小槐花都像挂了一层霜就行了 然后放在不沾的龙垫上 再用手摊开 摊的时候不要按压 让它自然地落在一起 下面这一步也非常关键 一定要水开上锅 盖上盖子,并且开大火蒸 大火蒸三到四分钟就可以了 不要蒸时间太长 现在已经蒸好了 槐花香立刻充满了厨房 太好闻了 再趁热用筷子把它抖散开 然后根据个人盐味大小 加入食用盐 加入盐后 再用筷子抖散开 学会这样蒸槐花 你的槐花也可以 看着碧绿 闻着清香 吃着不粘连 像这样蒸好后就可以直接开吃了 不要再放其他调料了 一放其他调料 容易掩盖槐花的味道 喜欢的话就试试吧